张华县政府三日在县府中庭办理职训班联合招生 共有13班具本县产业特色的事业者职业训练班 及5班的身心障碍者职业训练专班 让事业者可以重新学习专业技能以利在就业 今天是我们张华县101年度职业训练班联合招生继成果展 我们今天的主要目的是 我们行政院老委会补助我们大约900万 让我们来开了13班 来对我们职业训练 我们提供一些资讯 来让我们有意愿来参加报名的民众能够报名 那我们这项的训练 我们一般的民众要支付大概20%的经费 但是我们有定了1到18项的特殊的条件的 我们民众就可以这20%由政府来补助 我们也希望我们民众能够踊跃来报名参加 另外我们也配合老委会中区职业训练中心 我们提供了一个在职训练的资讯平台 也让我们彰化地区的民众能够自由选择来报名参加 我们要特别感谢行政院老委会 我们职业训练局能够补助我们900多万的经费 让我们彰化县的民众 尤其未来还有另外开5个班级 要针对我们身心障碍的我们彰化的乡亲 也提供在此的训练 希望能够培养他们一技之长 让他们能够平安快乐的就业 失业者职训班的训练对象必须为失业者 为了适才试训 报名之后训练单位会经由公开真实方式 评估参训者的学习意愿就业意愿 协助报名民众了解自己是不是适合参加这项训练 争选出适合参训的对象 技能啊来来写就会了 一定要写 那如果你不认真写的话当然是不会 那么只有他的资格呢 只要是失业的 我们都来愿意来教他们 其中具有简章上的1到18类的民众 简附所规定的证明文件就免缴负担费用 一般民众需负担20%训练费用 县府关心失业民众学习一技之长 终身受益无穷 公益频道林俊明 张华采访报导 长华采访报导